怎么会成为一位迷魂大盗 原来这名女子25岁 她长期失业 没有钱缴房租 也没有钱呢来缴这个学费 结果她就上网呢 要男网友见面 然后用安眠药 参在饮料当中 迷魂对方之后再洗劫财物 经过警方调查 至少有三个人受害 长发披肩穿着小外套汉 一袭黑色连轩裙 谁也没想到 这名面貌清秀的女子 竟然是个迷魂大盗 她专门锁定网路宅男 约男网友见面 趁机在对方的饮料下药 迷魂男网友之后 将对方的财物洗劫一空 在各人饮店还有咖啡厅 作为据点 然后联络被害人 预备的安眠药 参入那个人饮中 等被害人 迷魂之后洗劫她的财物 女子路往后攻称 她是因为失业两个月 付不出房租 没钱缴就学贷款 才会想到在网路上诈骗男网友 警方清查 目前至少有三个人受害 警方打人时 女迷魂大盗的皮包还带着安眠药 打算要再次犯案 还好警方透过监视器及时抓到女迷魂大盗 不过外形看起来瘦弱的她 竟然一度想从警车跳车逃跑 还好警方借户得宜 没让女迷魂道给跑掉 中天新闻刘启文 高雄报道